好,那第三個你必須要掛那個Enjoy的SDK 那Enjoy SDK裡面需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其實是在網路上 而且這個網站上個月不是長這樣子 這個月就換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你買的書回來 它給你的畫面跟這個不一樣 即便是最新的也一樣 因為它最近還改版而已 那怎麼辦? 你不可能一直改版啦 所以只要知道網址叫做Developer.enjoy.com 記這個就可以 Developer.enjoy.com 第三個東西 那怎麼下載呢? 第一個,找一下Get SDK 有沒有,Get SDK 這個把它下載下來 OK,下載 那要下載兩個東西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找一下叫做Install的SDK 點下去 這個地方 進到這個Get SDK 然後選擇Install的SDK 那往下找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有一個叫做Installin的Eclipse Pri-in 因為我們要先在Eclipse加一個Pri-in 才可以顯示Android的所有功能 所以這邊的話呢 記得就是這一個 Install SDK 然後呢 這個 點下去 點這個Pri-in 然後呢 裡面的話它會給我們一個連結 一般書裡面都教你把這個 就是打這個連結 可是呢 我不建議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你要download很久 很多時候 很多學員 看到這個 奇怪,怎麼一直down很久 還以為是壞掉 其實不是 因為真的要down很久 我是建議你怎麼樣 往下滾 滾到最後的話 請各位download下面這一個 離線版 這個離線版 請你download這個 叫ADT- 最新版本是20.03的這一個 這個是 上面那個是 連線的方式下載 下面這個什麼? 離線的方式 離線方式會比較快 而且問題比較少 建議是這個 點下去 把這個download下來 所以我們會download的 第 這個是11多M 11.8M 這是第三個 我們要download的東西 叫ADT OK 好了之後的話